好,来,我们现在呢,要学的是数位和数值 你就看到位的话呢,你就心里想,它的位置 OK,然后值的话呢,就是它值多少,就是它的value OK,好,来,在这一边呢,这一个31784,它是几位数 所以我们有个十百千万位,然后呢,就是五位数 一二三四五位数,OK,所以它是五个数位 所以它是五位数,然后,这一边它说 找出31784有几个数位就知道了 我们可以看到,三是在万位,然后一是在千位 然后7在百位,8在十位,4在个位 OK,所以在这一边呢,它有五个数位 所以它是五位数 然后,它还说我们能够用这个方法来确定 每一个数字的数位和数值 OK,所以3是在万位 1在千位,7在百位,8在十位,4在个位 然后,数值的话呢,3的数值是三零零零零零 也就是三万啦 1的数值是一零零零零 然后也就是一千 七百,七零零零,八十,八零 然后,4就是4而已 OK,所以在这一边它说 四万零五百五十六是几位数 OK,它这一个,1,2,3,4,5,它是五位数 然后,每一个数位的,那个数字的数位和数值 所以它这一个呢,它是万位 然后,这个是千,这个是百,这个是十,这个是个 OK,然后,它的数值的时候呢,它就是四零零零零 然后,这个的数值是零 然后,这个是九百,这个是五十,这个是六 OK,好 我们要知道就是数位是指数字在数目中所在的位置 它的位置,位置 然后,万位啦 然后,位数是指数目含有几个 那个数位,五位数有五个数位 切勿混淆啦 然后,在这一边它也引导学生制作课文的数位表 以辅助学生认识数目的这一个数值 然后,说出第一页的数目中的每一个数字和数位的数值 OK,其实这一个东西呢 我们的,就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我们都在学了 就是号码越来越大而已 就好像,我有二十七的话呢 这一个是两位数 OK 然后,我有三百二十七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个是三位数 然后,我有什么,一四五八这样的 然后,这一个就是四位数 OK 然后,刚刚的这一个是五位数 然后,过后呢 你就再继续 那个,可能我有七三四 然后,五六三这样的东西 这个就是一二三四五六 这个是六位数 OK 然后,过后呢 我们有,一三四七六五八这样的一个就是七位数 所以,它就是说你一年级,学着一个 二年级,学着个三年级,学着个四年级,学着一个 五年级,学着一个,六年级,学着一个 所以,它的号码只是越来越大而已 所以,它的概念是一样的 然后,就是说它在三年级的时候也有教你数位,数值 然后,只是二年级的时候它教,一年级教的是个位跟十位 然后,二年级的时候它就教百位 然后,三年级教千位 然后,四年级它教万位 五年级教十万位 然后,那个六年级它教百万这样 所以,它这个东西就是,呃,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就是,来慢慢的号码越来越大 然后,你就要懂它的这一边 它这个是个,然后过后十,百,然后千,万,然后十万和百万这样哦 OK,它就是越来越大而已 OK,好,然后这一题,趣味题呢,它说 呃,多位数是十位数的两倍 十位数是百位数的两倍 百位数比千位数大 千位数是什么数值都没有 哦,然后,所以在这一节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 千位数什么数值都没有的话是什么 零 然后,十位数的三倍 所以,你看啊,它的百位数比千位数大的时候呢 你就放1 OK,当然你也可以放2啦 但是你放2的话呢 其实是做不到的 为什么,我等下再跟你讲 然后,它的那个,呃 十位数是百位数的两倍 一乘二,二咯 然后,各位数是十位数的那个两倍 二乘二,四 千位数是十位数的三倍 十位数的三倍,二乘三,六 OK,所以这个号码是什么呢 这个号码就是,呃 六零一二四 OK,就是说,万 它的那个千位是什么都没有 千位是雷 然后,百位比千位大 百位比千位大 方一咯 然后,各百位的两倍 十,是它的两倍 然后,这个就是它两倍 二的两倍是四 然后,十位数是 十位数的三倍 十位数的三倍 所以,就是说,二的三倍 三的六 所以,如果我刚刚这个放二的话呢 你看,二的两倍是多少 二的两倍是四 然后,四的两倍是八 然后,它说,十位数的三倍 十位数是四的话 四三就十二了 所以,它的万位 不可以是 它只可以是零到九而已 然后,它不可以是十二 所以,它这一个就不能了 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就不能了 所以,它的答案就是 六万零一百二十四 OK 好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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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就能够了 一会儿